原始点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吗 我父母都有老年痴呆症 我有很大的遗传因素 我现在70多岁忘性很大 所以想知道怎样提前预防 记得张医师说过 用原始点理念和技术保健 想得老年痴呆都难 但不知具体做法 请张医师指教 这也是关系国际民生的一个很大 很普遍的问题 谢谢张医师 这个真的是一个 医学界束手无策的问题 但对原始点确实可以 是原始点擅长住 因为我们说过了 有果必有因 那他症状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就可以找出来 找出疾病的因 为什么原始点理有这样的功力呢 我们这一次新冠病毒也不断的再提 智慧病不是像西医这样 发明一种疫苗来对抗病毒 其他的胃病就不能治了 但这样花费的力气又很大 研发的费用又很高 这个看来是真的不行 而且疫苗也不能预防老人痴呆 也没有这种药 那原始点不只可以流管的病 我可以预防 预防这些疾病 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预防老人痴呆 甚至急救我们上次讲过的 心脏骤停 还有脑中风 癫痫都可以预防 那怎么预防呢 头部原始点 先安安看 如果有痛点 就代表他已经有体伤 那有体伤 你以后要老人痴呆的机力 就比别人高 也就是你可能脑中风 也可能癫痫 也可能老人痴呆 甚至还有一些小毛病 头痛啊头晕啊 都有可能 但原始点就是 你只要找到因 解决了 而这些果 刚刚列的这些果 都可以同步消失于无形啊 所以他可以 绝对可以做到 那自卫病是 目前所有医学里面 应该只有原始点 我认为可以 针对着这个病而去处理 绝对没问题 就是直接就从头部原始点去安 那原始点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 我认为还是 就是我说的 花了那五年的时间 去把疾病的起源处 也是致病的大开关找出来 所以他有这样的功效 所以既可达到致病的功效 又可以达到诊断的功效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件很大的事 也是医学界很 目前没办法做到 但原始点确实可以做到 就是按推头部原始点 有痛点赶快立刻解决 那你因解决了 怎么还会出现果呢 好我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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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